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名人站的手袋Youtube頻道 今天由我Crystal為大家介紹一下手袋 今天我會選擇LV的ON THE GO小尺寸 為大家介紹一下 ON THE GO近兩年都非常流行 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類似購物袋形狀 可以放到F1尺寸 而且質地其實大家會看到 我今天全面有個三合一 就是會說說ON THE GO之前的材料 類似類似類似的LV Monogram 不過是一個新的圖案 即是新的花案 會類似是這樣的 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印象 我今天介紹這款ON THE GO是它的升級版 為甚麼是升級版 首先看看手袋 都是相同 採用了一個放大了的LV 很經典的Monogram 類似是白色的米白色的Monogram 但這個珍貴在於它是用全牛皮 全牛皮看下去會比較高級 有高級的質感 我們打開裡面看看 中間會有一個鎖扣 是否便於我們開關 稍微一點 我們看看裡面 裡面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走紅色的鏡皮內格 看下去會比平時的布內格高級很多 我們看看裡面的格式 首先會有一個拉鍊的位置 這裡有兩個暗格 可以用來讓你放手機或紙巾 我們要看看內置容量是大約多少 我們看看底部 還有旁邊 一個很實用的類似迷你號的toe bag on the go的toe bag 首先我們會有一個大錢包 或是一個大的收拿包 一個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放到 中間這個可能是一些一小的錢包 或者是放電話 放化妝品的袋子 我們當它 然後還有一個零錢包 我們來看看裡面的容量 當我安裝了這幾個小袋和錢包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足夠我們可以放手機 我們家的鎖匙 或者其他女士的化妝品 我們先扣中間的扣 然後我會展示一下它的煎帶 這個袋子是可以兼背的 它是一條肩帶 給大家看看 它是可以調節的長度 其實現在LV一般的袋 它有肩帶的情況下 通常大袋是可以調節的 生活化和靈異相很多 然後我們旁邊就是內扣位置 扣好 我們會看到 展示一下 首先手袋是這樣的 一個很Lady 很大方的設計 不可以手腕 然後我們也都可以 例如我們上班 或者有時候要外出 可以兼背 基本上都有這些很靈活的設計 如果大家覺得 譬如今天想更加有約會 Lady 我們可以做一個手腕袋 就脫下肩帶 這樣用不著肩帶 就脫下肩帶 就脫下肩帶 先脫下肩帶 先脫下肩帶 其實這個ONDEVO的MINI 除了出了黑色的 綠色標誌之外 它還有一個非常受歡迎的 是一個米白色的 中間是灰標誌 基本上是牆壁的 這個顏色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它比較耐用 大家看看 看看旁邊 今天我為大家分享 手袋的視頻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點在明人站 YouTube或WhatsApp 以下有短片 亦會有同事示範一下 上身圖的效果 好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 以下就到我們同事上身圖的示範時間 首先我們會看這個袋 肩帶的長度 這個肩帶並不是最長的 我是調教了中間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個中間的位置 還可以有上條和下限的空間 同時現在會把肩帶調長一點 長一點就符合我們可以斜背的要求 是一個非常靈活 又多功能的包包 肩帶的長度 其實一般亞洲女性的長度 也是非常OK的 剛才我說過的手袋 有時候去約會或吃飯 手袋看起來會比較女性 而且都可以手玩 今天的上身和示範 就到此為止 差不多完結 謝謝大家寶貝的視頻 謝謝大家寶貝的視頻